近日有网友在街头偶遇猪丹 当天她是一副运动装扮 想来应该是在户外进行健身活动 素颜变出街的猪丹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 只不过不失粉的的她 看起来却和节目中精致模样判若两人 2017年与相恋四年的周一维结婚之后 猪丹火速馋女 并安心停掉事业在家照顾孩子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今年仅38岁的猪丹才比之前显老了很多吧 和周一维结婚之后 猪丹像是陷入了爱情的少女 无时无刻都把丈夫挂在嘴边 只不过周一维却经常因为在外忙碌 而引起不顾家的争议 但猪丹对于丈夫周一维是百分百的相信和敬佩 2018年11月 网友爆出周一维与女助理共用一根吸管 一时间引起网友热议 觉得这一行为过于亲密了 对此猪丹发文称 媒体不遗余力的把周先生往坏人的人设上推 对社会没有益处 但随后她就删除了动态 猪丹在节目中也是大家称赞周一维 对于周一维的各种行为 她都心动不已 她谈言有一次与周一维去排队买电影票 周一维从裤兜掏出票 让她帮忙拿一下 她突然就心跳加速 并感叹周一维这个男人的腿好长 网友觉得她的言论不是怎么恰当 又引起了广泛讨论 有网友表示 崇拜自己老公没有什么不对 但有网友表示 猪丹这是口杀 不过两个人过日子是自己的事 与他人无关 猪丹自己觉得幸福那便是最好的了